接著到20年的第八題 現在我們有p-5-25-6這個matrix q就是1000 另外還有m就是1abc 他說det determinant of m是1 我們知道c-ab等於1 pm等於mq parta我們找abc 我們現在用了c-ab等於1 就是關於det determinant的資料之後 然後應該要考慮pm等於mq 所以我們計一計 pm來說就是-5-25-6 m就是1abc 計一計 就會出到-5-2b 然後-5a-2c 然後-15-6b 最後就是-15-a-6-c 這個就是pm 接著要計算mq mq應該比較好 因為q有很多個0 所以應該有很多個entry都是0 所以我們計一計 在橫成值之下這個是1 然後這個是0 然後這個是b 然後這個是0 這樣的時候你就很厲害了 因為你憑借著右上角這個entry 你會知道-5a-2c等於0 那就是-5a等於2c 那就是a等於-2-5c 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 你會看到就是這個entry 左下角這個entry 你會看到其實只有b一個anone 所以應該很快會解決到b出來 15加6個b就會是b來的 所以我們會有5個b等於-15 所以會有b等於-3 那當你有b是-3的時候 其實是ok的 因為你看到這條色 你只剩下cab b你也計到那個值 a和c的relation有 所以我們已經可以把所有東西 in terms of 1個anone c-ab也要1 所以我們就會有 現在是我們把a轉了做主項 所以我們換就換走了a 所以就會有c-2-5c 再乘回b就是-3 是等於1 這裡可能有點複雜 看看 負負得正 但還有一個負 所以整個都還是負 然後數字部分就是6 over 5個c 是等於1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-1 over 5個c 是等於1 所以你就會有c是等於-5 c是等於-5 因為-5乘負一出來就是1 然後我們如果找到c是-5 之後a就找到了 a你就會計到是2 A就等於2 就是這樣 這樣你就成功找到abc了 這個就是第A部分的答案